我們看到警方現在是以現刑犯逮捕大餅 讓友人非常的震驚 而像是沈玉琳他就感嘆說 遺憾大餅現在可以說 簡直是無可救藥 來聽一聽他最新的說法 這段時間以來我都一直相信 他應該已經根本的戒除了 他對未來也有很多新的一個願景 跟一個希望 所以突然剛剛又聽到這個消息 是真的很震驚 我一度還認為說是 可能記得在跟我開玩笑 所以非常的真的覺得不可思議 那接下來還會跟他繼續合作嗎 其實我們的經濟合約 在去年的10月份就已經約滿了 那也沒有繼續續約 那這段時間以來我們就一直站在說 過去的情誼朋友的關係來幫忙他 那經濟公司這裡呢 我覺得也不知道要從什麼地方幫他忙 也蠻無言以對的啦 因為那個畢竟我們該做的也都做了 那已經超過一般人 不管在餘共餘肢的這個程度上面了 那未來真的只能夠 請他就是 自求多福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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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